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一年去N字旅游不思夢 傷心地語就是你靈魂升級中身體發生的那種反應 感激情遇毒 最近有沒有覺得對你為什麼會這麼累呢? 差不多都累了 或者感覺很容易生氣、生氣、好毒 傷心很有挫折 或者以上全部都有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你知道這些是不符合你的性格一些行為 或者說現在根本是沒有意義的 或者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生命當中的某些人 表現得對你很不一樣呢? 他們跟你相處 或者比之前更加激動 或者是完全相反 他們挑釁你或者是對你很沮喪 但是沒有任何原因 或者是在某些正常的日子 或者是在某些正常的日子 有時候你覺得你簡直不能夠保持你的眼睛真開 好像 誰受請求你跟他在一起 事實際上 事實際上的生活會有一些 就像空的 沒有意義 還說這些東西 你經常喜歡 歡迎你來到揚星的過程 這些很多人都會經過 終會遇到的徵兆 首先你最需要知道的是 你並不是唯一 這些事情會慢慢好的 對於這些已經意識到的 並且已經有意識的 參與這一場揚星的過程 當中的夥伴 這些是身體和情緒經驗 是再熟悉不果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些發生呢 他已經聽到我們正在從 這個 探 以探為基礎生命 體 轉到它以精體為基礎的生命體 或者你已經聽說過 我們的DNA 其實是有助 比我們想像中更多的潛能 二棟西科學是完全沒有辦法發現的 我們被告知這些 垃圾那部分的DNA正在被激活 或者你聽過大家討論到 從果體的機會或者類似的東西 所以這些概念都是非常真實 甚至我們物理學家都開始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所以這些 遇穿透我們 我們的地球 以及地球上所有物質 這些光的能量有關係 一種能量 讓我們達到一個新的世界 讓我們成為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你可以說 我們不僅僅是 建造新的地球 我們也是創造新的人類 以下很普遍的陽星徵兆 感覺到你就在一個加壓的儲具 強大的能量或者壓力裡面 這其中一個 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首次會感覺到 在開始的時候 當能量轉變達到時候 這些能量會帶著新的 以及更加高的震動頻率 究竟模式以及行為 就會被推到表層去釋放 那麼受到這些壓力在你內在發生 讓你感覺到你在強大的壓力之下 你都會感覺到超乎何了 如果你仍然生活在傳統的擁有主流思想 在一個輕壓的社會當中 你有一些新的能量 的確是會壓你一把 最終你會適現一些更高的頻度 頻率 很多東西都會被激活 然後釋放出來 這樣你的身體就會有更多的空間 去接受更多的更高的頻率 高頻的能量 抑鬱的跡狀 跡狀 跡狀 絕對是徵兆普及前三名 而且很多人都會感覺到 尤其是我們身體中清除如此多的 黑暗和甜蜜的能量 以致我們發現自己在這些能量當中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可能覺得事情根本就不會很遠 更讓人相信的是 外在世界不再是能夠與身更高的震動 你達到一致 焦慮恐慌和傑絲底 抵理的感覺 嗯... 你都正在喪失對你得意 在身為世界生存的 調低震動的行為或模式 這個可能會讓你感到脆弱和無力 在更高的領域裏面 調失了這些模式和行為是不需要的 當我們在三個世界 體驗死亡的時候 我們會恐懼和懷疇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去哪裏 有需要經常吃的感覺 以及覺得到底血糖的攻擊 低脫糖的攻擊 對蛋白的渴望 這些很多人都感到另一個 首先發生的症狀 在這個揚升的我程中 當中 我們身體消耗的能量是驚人 因為我們簡直就是 從女的外體被反出來 身體當中的每一 跟持的能量都會被利用 我發現是一段時間 女最好的僅僅是蛋白質 並且保持當下這些低血糖期 會來回覆反覆持續了好幾年 但隨著身體開始協調調整 身體情況會越來越好 身體不同的部位 有異常的羞氧和疼痛 在另一個正常的症狀 幾乎任何地方都顯示出來 這些是一個清除和釋放在三位 水平上阻塞的能量標誌 因為我們其他部分震動頻度更高 身體的部分都會感到疼痛好幾個星期 然後就會消失 沒有任何緣故 持續的頸痛和上背部僵硬和疼痛 我們脊椎有著不同的震動 引連接到很高頻率的光 身體的每一個區域是揚升過程發生的地方 皮膚爆發和輻射 痴瘡、皮疹和濕疹等等 通常都是清理過程中產生 並讓你飾現更高的能量 皮疹相當普遍的 輻射可能持續甚至好幾個月 數月 注意你吃的東西 你身體正在經歷激烈的變化 不能够處理難以消化的食物 如果你不確定要吃什麼 請謹記忍神去識別被諮詢你的高我 心痛和心跪 在這個症狀對很多人來說是常見的 我們的心試圖適應新的東西和更高的頻率 有時你可能會感覺到心臟病的發作 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就需要休息 因為任何運動可能會導致症狀 看起來更糟糕 所以相信你不會死 有時甚至會覺得你心臟已經停止跳動 你可能會感動恐懼 請保持冷靜 時刻與你的高我連接 從而獲得安心和保證 很深沉的睡眠 體驗情緒的起伏和哭泣 還有夜汗和潮熱 感到懶並無法回暖 心動狂野 有時是暴力的夢 圓魂 身體平衡 圓魂和旋轉 整體身體疼痛和某些日子極度疲累 操耀魂 操耗 眼睛和視力模糊 記憶這些吊失 以及難以用詞的說話 難以記住你做了什麼 這種方向錯亂的感覺 身份喪失 感覺出體 看得到和聽到的東西 感覺要瘋 感覺某種精神疾病才能再形成 覺得自己很懶 不想做任何事 看不回家 好象一切都要結束了 你不再屬於這類 我剛剛要想 我們基本上完成了我們的輪迴 包括提高地球的頻率 超越臨界的目標 通過自身去轉化 提升這些很厚重的能量工作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現在我們不再需要這樣做 有去只是想離開這裡 遠離這個經歷 照下來肯定就是神聖事件發生 而這些不像第一階段這樣遙遠 朋友 活動 習慣 工作和住宅的突然變化 在更高領域當中 其中一個最基礎和最普通的經驗 就是吸力發質 例如多能量會吸引類似的能量 這也涉及到圍道的層階 sorry層級 我們將每月遇上和我們的頻率 震動雙倍 雙匹配的東西 隨著我們的震動頻率 會越來越高 這種現象會被越來越放大 也成為我們現實和存在的基本核心之一 通過揚醒的過程 那些不斷超越以往的發展 因此會再附入我們震動的人和環境 就會離開我們的空間 這有時可能會發生相當大的事實件 或者純粹一個小小的期望 就導致我們不能夠盡過往和他沒有關係 絕對不能做某些事情 你絕對做了一些違反本心的事 當你嘗試做一般的日常生活和活動 感覺很糟糕 與與上相同 你不再適合舊友的模式 因為你的靈魂現在是走向更高震動的生活 活在當下和創造的時候 在凌晨2點至4點之間醒來 時間概念再發生改變 在你夢當中很多事情都是發生 你不能長時間再那裡 需要休息 自己也是清洗和釋放時間 當我們半夜醒來的時候 你不僅意識層次被提高 而且創造能力被增強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將想法轉化為現實的能量 將會大大提高 而這一種挑戰是需要去意識 做我們正在想的 就是我們正在創造的 相反很多人只是物認地 讓他們的想法從他們流出 而創造出來不是真正所期盼的現實 意思是如果你擔心無法入睡 擔心這段時間你沒有入足腳的睡眠 導致早上起床很累 這只會讓你早上覺得累的可能性更高 一個更有用的計劃 要享受提高創造力 並告訴自己 在這個加強意識層次和創造力的一個時期 將會被激化並且充滿激情 然後等待被結果驚訝到 對周圍環境敏感度提升 明亮的光線 人群 噪音 食物 電視 其他人類聲音各種其他刺激 幾乎都不能人肉 容忍 的 你容易感到喘不起過來 免得容易受到挑釁 請你確訊者最終會過去 將會能跳出明控者你想要體驗 的 翁翁聲和耳朵的響聲 所以全部者聲代表是什麽意思 簡單來說我們以前所未有速度 中化當中 這些變化通常用身體感覺來解釋 而且在出現的時候 不知從何而來 且沒有任何理由 身體感覺釋放 所有這些變化 會有共同的特質 有聲音會有差異 而且困難是因為我們受到這麽多的 規範化 如此多的變情 所以無論我們不常 不平常的事情出現在我們身體 我們都會擔心 當我們注意到一些不尋常的事 我們就會一個學習的驅動力 想知道它是什麽 為什麽會這樣 以及如何擺脫它 以便我們再次恢復正常 我們會開始意識到 即使是所謂的正常 都是變化當中 確實能夠 可能會再 不會有所謂的正常現象 但是 所有這些訊息中 記住的重要事情 就是擺脫恐懼 尋求你的高額建議和保證 你始終會得到支持和無條件的愛 很感謝 很詳細 這個分別 先拉回到最前 就是說 它有一個陽星 升級之中的身體 會產生各種變化 看來也有很多變化 不知道大家有這樣感覺到呢 喜歡哪一個朋友 先拉回到大魚 阿拉多哥 阿拉多哥